这个反手过度直线 首先你们的这个握拍 这个握拍我们会握在拍子的鞋棱 会有分内棱和外棱 拇指顶在这个外棱这个角度 顶在外棱这个角度以后 我们引拍的时候 你们注意当你引拍的时候 这个拍子啊 一定要引到在你的这个身体的外侧 这个角度 一 二 引到身体的外侧以后 这个时候你打完了以后 注意看你的这个手腕这一块 要稍微有一个立腕 然后锁着的感觉 然后你会去切这个球的右面 切球的右面 然后往直线这样去带就好 要找到一个包切的一个状态 然后去包着那球 然后再切 然后往直线去飞 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 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 和我深度交流 举拍打完球举拍 这个是不是好多球我们 最常听见的一句话 举拍 你们的举拍是这样举的 所以变成往前球是从前边飞过来的时候 你们举的太高 一打的时候很容易下往 或者是出界了 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举的那么高 变成你打球的时候 会有一个大动作之后再打 已经耽误了这个机球的时机 还有动作就不对了 正确的举拍不是举在上边 而是举在你的头的前边 因为球它是从前边过来的 所以我们举在这个位置才合理 球一个来 我们可以直接就封往 如果你举的高于你的这个头的话 变成你会有大动作 所以有好多球我们对举拍的这一个认知是错的 所以在双打凤网的时候 听见举拍不要举过了 就举在这个头的前边 和网子一样高角度 高度就可以了 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 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和我深度交流